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图书馆 睡觉时间到了 晚安佩琪 晚安乔治 我可以听一个故事吗 妈妈 可以 我来给你讲红猴子的故事 但红猴子的故事讲过很多次了 你跟红猴子洗了澡 刷了牙 然后就睡觉了 是的 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能不能换个故事听听呢 蓝色的老虎 绿色的蜘蛛 橙色的企鹅 这本是什么呀 混凝土的美好世界 我一直在找这本书呢 这本是你的书吗 爸爸 这是我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书 什么是图书馆呀 是一个你可以借书回来的地方 等你看完了一本书 你要再还回去 但是猪爸爸忘记把这本书还回去了对吧 我已经借了很长时间了 没事的 你明天还回去就好了 但现在该睡觉了 我要等爸爸读完这个故事才睡觉 这个可不能算是故事 佩奇 拜托了 爸爸 读一下嘛 好吧 混凝土的美好世界 混凝土它是盖房子用的一种材料 由沙子 水 还有化学添加剂组成 第一张沙子 沙子 佩奇 乔治 还有猪妈妈都睡着了 现在是早上 佩奇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图书馆 哇 这里有好多书呀 噓 佩奇 在图书馆里面你一定要安静 为什么 因为大家来这里是看书的 所以要安静一点 好 下一位 兔小姐是图书馆里员 你好啊 猪妈妈 你来还这些书吗 是的 兔小姐 稍等一下 为什么那台电脑一直在响 因为电脑在检查 你有没有很调皮 借书借了很长时间 这本书我可能借的时间有点长了 别担心 猪爸爸 应该不会很久吧 天哪 我说猪爸爸 这本书你居然已经借了十年了 淘气的爸爸 对不起 兔小姐 不过没关系 现在你可以借其他的书了 兔小姐 我和乔治可不可以在这里借书 可以 儿童借书区就在这边呢 你看 仙女 花朵 漂亮的裙子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丹尼 我借了一本关于足球的书 你好啊 佩奇 你好 苏西 我借了一本关于护士的书 乔治选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 恐龙 看我找到了什么 混凝土世界的再一次探险 这儿有本红猴子的故事书 不要再听红猴子的故事了 因为很无聊 但这个故事不一样 说不定更有意思呢 我觉得不是 很久很久以前 这儿有一只红猴子 它洗了个澡 刷了牙 然后去睡觉了 不是 它跳上了火箭 飞向了月球 它和恐龙一起野餐 在海底游泳 还爬到了最高的山上 它的一天还挺忙的 结束了 再读一遍吧 我们可以借回家 然后在家里读它 对吧 但是我本来是要选择 这本书 或者这本书 如果你想要的话 你可以带三本书回家 太好了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准时把它们还回来哦 好的 兔小姐 还有你 你也要记得 把你借的这些书还回来 猪爸爸 我一定会提醒爸爸来还书的 好的 佩奇 我相信你可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